H股市场在上周基本上是跟随着恒生指数跟外围特别是美股的下跌 基本上是同步的一个下挫的情况 那么同步来讲我们看回这个关切A股的情况 但是在这个新股重体的这个消息之下来讲 因为还配合一些若干的一些刺激政策的一个出现 包括是新的一些基金的成立 我们看见A股的市场反而是走势是比较凌厉的 但是现在来讲A股跟H股的估值方面来讲 基本上来讲两个取代不是太一样 目前来讲无论是A股还是H股 从内地还是什么相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关键标准来讲 都进入了一个比较高估值的一个范围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讲 H股是很难完全是跟随A股的走势 在往线往上冲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 我建议投资者在这一段投资时刻来讲 要留意一点 H股受到外围的影响可能会多于A股 另外A股本身来讲 我们有留意到市场的确都是在一个估值比较高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 都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都可能是进入了一个所谓政务的一个阶段 才有能力在往上冲的 所以投资者来讲都不需要留意的 我们有点资者的看法